哈囉大家好我是祖台 今天影片內容就是要來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重裝機兵的部分 目前重裝機兵其實 出了好幾隻啦然後 我這次影片其實是要著重在就是說 重裝機兵他跟哪一些就是英雄組合的搭配會比較 合適啦就是他們的適配性會比較好一點就 以目前來講嘛我們的重裝機兵出了5隻然後 比較主流的英雄配對也有6種就是 目前就是陸軍2種海軍2種跟空軍2種嘛 就是 去看英雄組合那邊就是官方目前列出來的 然後我 也會試每一隻 重裝機兵的特性就是在稍微提一些可能 二線的英雄的搭配這樣就是他們還可以搭配哪些英雄 那今天的內容的話 估計只有辦法講完陣地者1100所以我會先從 我們第一隻機兵就是 整個機兵版本第一隻出的陣地者1100開始來講 那 我們首先就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陣地者他的技能就是 詳細的看一下那首先 第一個通用模式這個不用講就是說 呃 反正就是每一隻機兵都會有這個技能 就是讓你就是任意切任何的兵種啊只是就是自己要隨時注意 切的兵種有沒有正確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第一個技能是快速補給就是提升生命嘛 就 增加坦度然後再來就是緩視立場 那緩視立場的話他其實就有點像鐵壁一樣啊他的那個 受到傷害 降低30%所以就等於說第一輪的陣地者會很坦 然後再來的話是我們的 蔚然不動那蔚然不動的話就是他 生命低的時候會獲得兩層抵禦啦 那抵禦這個概念的話就是 如果有練本的話就大概會知道然後反正 抵禦這個東西就是可以扛一次傷害就 扛一次免傷的傷害這樣 那再來的話是全量立場那全量立場這個東西都就是讓你的 環視立場變成左右兩側也都有那這也導致一個情況就是說 政地者這個積兵他基本上上陣就只能擺在中間那一列啦 值得叫列嘛所以他只能擺在中間那一列那三格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的 政地者積兵他可以擺的位置其實並沒有到時候太多啦然後再來的話 以目前的英雄的技能 觸發大部分都是前兩排所以 政地者積兵他其實能擺的就只有兩個位置而已 前一排的跟 前一排的中間跟第2排的中間 通常不會把把他擺到第3排的中間因為沒有 目前比較沒有這個體系在所以 通常政地者能擺的位置就只有兩個而已 對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再來看他後面的技能還有智能補給 一樣又是再一次提升他的生命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這是 機兵他的 坦度會非常的夠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金剛補壞 那金剛補壞的話就是強化我們 就是未然不動這個技能 就是讓他從2層變成4層 所以我們看完他全部技能就可以知道這隻機兵 基本上他技能全部都 放在了生存力上面 基本都是放在生存力上面所以就注定這隻機兵其實是會是很坦的 然後 我們這次要探討的範圍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以機兵跟英雄的搭配為主 所以我們不會去討論到晶片以及那個 陣型的部分 因為這兩個東西也是會影響到很多所以 我們就先不聊到陣型跟我們的那個晶片 那 我們的陣地者1100 這隻機兵他到底能搭配就是 跟哪些組合搭配起來會比較好 那我 接下來就是會繼續再跟大家講解 首先的話就是我們看一下陸軍的部分 陸軍的部分的話你會看到火爆流跟那個我們的反擊流 那基本上這兩個流派 都算是能使用我們的陣地者 那只是 相對來講那個反擊流會比火爆流還要優秀一點 就是陣地者 擺在反擊流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把陣地者擺在火爆流的話其實就是 增加坦度而已對於增加輸出其實沒有 太大的爭議啦就是 擺下去就只是增加火爆流的坦度而已 那但是如果今天把陣地者擺在反擊流的話其實就有一點 不太一樣 因為 不太一樣的點是說 反擊流他本來就是一個需要 蠻需要生存力的一個流派 所以 今天你把那個我們陣地者1100就是把它擺下 擺在那個反擊流的時候就是可以讓他們 可以讓他生存的比較久然後同時反擊比較多的傷害 所以 這兩個流派比起來的話其實 陣地者1100是可以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適合擺在反擊流 然後火爆流的話就是可以擺 但是沒有那麼 優秀這樣 就是相對反擊流沒有那麼優秀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海軍的話 那海軍的話就是他目前有 異常流以及矩盾流 那我們的 陣地者1100就是就跟 剛剛的那個情況一樣就是這兩個都可以擺 但是 相對來說 異常流 比較 沒有那麼好 然後反而是矩盾流會比較適合擺我們的陣地者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瘋藍的部分他有 就是 應該說跟護盾類型的 技能就是有一個搭配性 他的影之物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有包含一個抵御的 效果就是 當我們的那個陣地者就是觸發抵御這個效果的時候其實也是多多少少 可以提升我們 瘋藍的技能輸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異常流反而 用陣地者就 沒什麼意義就是一樣他也只是增加坦度但是 如果今天是用在 矩盾流的話就是用在海軍的話矩盾流一樣 他不只可以提高生存率也可以增加就是 瘋藍的那個技能傷害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是 矩盾流 用那個1100會相對比那個異常流還要好 但是一樣的啦一樣就是 我們的那個陣地者一樣也是可以兩個都可以使用 這兩個流派都可以用但是就是 矩盾流會相對來說比較優秀一點 那最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空軍 那 空軍的話目前的話就是有普攻流跟點燃流 其實我們的1100 擺在空軍沒有到說那麼的優秀 沒有到那麼優秀因為 沒有一個很好的搭配性 那但是 這邊有一個流派是 最最最最不適合使用陣地者 那就是我們的普攻流的部分因為你自己想 普攻流他其實就是會 多次發射普攻嘛但是其實 以我們陣地者他的攻擊模式就是發射單發飛彈 就以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普攻流 用陣地者是一個非常 不搭配的一個選項 然後 點燃流的話是因為他是依靠技能傷害 所以 我們陣地者他的攻擊力只有打一個還比較無所謂因為畢竟 我們點燃流的部分他都是依靠技能 但是如果今天是普攻流的話就不一樣了就是 以陣地者的他那種攻擊模式 普攻流是真的不太適合 所以就是以目前的這六種搭配 組合 陣地者最最最最不適合的流派就是我們的空軍普攻流 基本上你如果要玩普攻流的話陣地者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接著的話當然我也知道就是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辦法換成就是目前的主流的配對 可能他們都 還是用一些比較舊的英雄 那我就是再來舉幾個還可以用我們陣地者基兵作為他們基兵的 搭配啦首先第一隻 是我們的吉布賽維基那吉布賽維基這隻角色 他是合作英雄所以他也算是蠻優秀的 其實啦 就算他現在是在二線就是 你可能把他提完下來他也是可以丟到其他的兵種去做使用的所以 這隻角色可能暫時也都還是會看到但是就是 就是 漸漸的也是會退出主流啦那目前就是把他擺在二線然後如果你今天 要用吉布賽維基的話跟我們陣地者搭配的話我基本上都會建議 就是把我們陣地者這隻基兵擺在第一排因為 畢竟我們 那個吉布賽維基他給的加成幾乎都是第一排最多嘛 那再來的話如果你是玩陸軍的玩家就更好了就是我們的那個 毒眼龍跟我們的吉布賽維基就是這兩隻角色就是 就是以前的反擊柳的一個搭配啦以前反擊柳搭配然後你再搭配上我們的那個 陣地者的話就是把他擺在第一排就是可以讓 這樣搭配的反擊柳還有稍微能打的 就是還是稍微能打一點啦然後但是其實反擊柳目前的話真的搶了還是 蛇眼啦 因為蛇眼真的是 算是彌補就是 玻里克很多短板 就是玻里克短板幾乎都被蛇眼給補足了所以 講真的如果你今天還是用玻里克的話其實我會蠻建議你就是考慮要不要把玻里克給換掉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換的話也沒有關係 就是跟我們的那個 陣地者還有那個我們的那個 吉布賽維基這樣搭配的話也還是 可以啦只是就是記得要把他 放在第一排的位置 那 再來還有兩隻英雄就是一個是海軍的我們的 寇提雅的部分以及我們空軍的馬克西木 這樣的角色可能都還有玩家在做使用 那 但是這兩隻的話如果要搭配我們陣地者的話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我們的 陣地者就是基兵他裝了晶片要有 攻速晶片 那為什麼要有攻速晶片就是為了要讓他們可以 優先出手 那 優先出手然後 然後所以這兩隻 如果你今天是還是用寇提雅跟馬克西木的話 就海軍跟空軍嘛你還是用這兩隻的話 記得你今天要用我們的那個陣地者的時候你的晶片一定要有攻速屬性 就是確保他們可以優先出手因為這兩隻的技能都是 在第二排的時候才會發動 寇提雅是第二排 就是會 給 中甲然後有機會沉沒敵人吧 然後我們 馬克西木不用講就是直接輸出 輸出高額的那個技能傷害所以 當你今天還是用這兩隻英雄作為你的主力的時候 然後搭配上我們陣地者的話 還是會建議你擺在第二排 而且 擺在第二排又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可以 大幅的就是增加你 第二排的生存率就是可以讓馬克西木可以多發一點技能然後讓 寇提雅可以 多放一點那個 中甲或甚至是沉沒敵人 大大的增加我們第二排的生存率所以 以上這幾個就是 除了主流以外就是還有這四隻英雄就是 如果你們還在用這四隻英雄的話 陣地者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那 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內容 那目前就是先講到這裡就是我們第一隻陣地者的部分 那其實還有 之後後來還有出那麼多雞兵嘛所以就是 每一隻雞兵其實只有他們的特色啦 那這個 後面再有機會再繼續做影片繼續來聊 那今天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內容那如果你就對你有所幫助的話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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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